字幕提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继承方式 其中的公开继承 在上一个单元我们介绍了 继承与建构含式的关系 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继承方式 其中继承方式有分为三种 一个是公开继承 私有继承 以及保护继承 在这边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影片 来说明 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公开继承 首先我们看一下画面 这里有一个类别 叫做people people这个类别是我们的基础类别 他有一个私有成员 叫做edge 以及一个公开资料成员 name 还有两个公开成员含式 一个是set edge 另外一个是get edge 这两个公开的 成员含式的目的是用来设定 以及读取年龄这个资料成员 那至于下面这里有一个teacher的类别 它是属于衍生类别 因为它是继承于people 然后它只有一个公开的 资料成员 也就是教师的资历 那我们看一下main function的部分 我们使用teacher这个类别 建立一个物件名为teacher 那在这边teacher.name 等于jo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问题 而teacher.edge 等于25 这一行 出现了 Error 它告诉我们说 edge是 私有的成员 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存取 那怎么办呢 既然edge是 私有的成员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公开的成员含式 来做设定 因此我们使用了setedge 但是setedge 它是属于people 类别里面的 但是我们 的teacher呢 它是继承于people这个类别 所以在teacher 这个类别底下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setedge 这个函式 因此呢 我们 传入一个 25 这个值 那我们看看它的输出呢 是否会等于25 接下来下方的程式码 就是将 name 还有edge 以及 之力 全部把它秀在画面上 实行结果 如同 画面上所是 那跟我们所输入的 值呢 其实是一致的 使用public 来 继承 基础类别的时候 所继承的成员 在衍生类别的 权限 为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表 画面上的 左手边 就是我们的 基础类别 基础类别有public private protected 还有friend 这些成员 那在 衍生类别里面 相对于这些成员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如果是公开的成员 也就是public 在衍生类别里面 它也会是一个public 然后至于protected的部分 它还是维持 保护成员的 这样属性 那至于friend 友谊函式 友谊函式本来就不是属于 类别里面的成员函式 所以 衍生类别 不会继承 那至于private 这里我写 无法 直接存取 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年龄 Edge 这个它在基础类别是属于私有的资料成员 所以我们 没办法在衍生类别中 直接去存取 年龄这一个 私有成员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基础类别里面的 公开的 成员函式 去 存取 在基础类别里面的 私有 资料成员 以上 这就是 公开继承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